好,然后再接下来看第二个 疑问代词官的用法 要学习一个新的特殊语问词 官,那刚才咱们在看这个语法的时候 它是一个疑问什么词啊,代词 那如果说它要是一个代词的话 它是干嘛,替代名词,跟名词是同词性的 对吧,那就要跟所替代 那这个代词它可以有官 官当什么讲,就相当英语当中什么呢 which,哪一个 那它既然是一个代词 咱们新语当中它可不可以有复数呢 这个是可以有的 那如果要用哪一些呢,问哪一些 那你就会用到谁啊,官,或者是官,然后再接下来 大家还是要注意什么 那你看只要是西语当中的特殊语问词 都有什么呢,都有重音符号 那这个重音符号放在哪 是名词自身的重音位置上 那这个名词自身的重音位置 咱们先不看这个重音符号的 咱先单分析这个单词 这个官,它有几个音节 是不是只有一个,乌是弱的,完了啊呢 它是强的,对吧 那是不是有强原因的,地儿更强 那所以重音加在自身的重音位置上 就得加在谁上 阿上,只有这个官 然后再接下来 然后再看这个官,它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那如果要是这个官,这个重音 是不是也是要加在自身的重音位置上 所以它当特殊语问词讲 一定要有 如果要问哪一个,那就是官 如果要问哪一些,那就是什么呢 官,然后再有什么时候用 那你想想,这个官,相当英语当中 vitch,那哪一个,它是不是二韩 它是有一个什么东西的,范围 在这些范围当中的哪一个是怎样怎样怎样的 对吧 那它是一个特殊语问词 那是不是就会构成特殊语问卷 那构成特殊语问卷 特殊语问卷的语序 大家都很清楚,对吧 是不是特殊语问词完了以后 动词有什么再加什么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哪个是你的车 哪一个是你的车 对吧 那特殊语问词,我用惯了是不是合适 那给你感觉是不是这个语境出现在哪 这儿有一排车,对吧 我问这一排当中哪一个是你的 对吧 那你可以怎么说了 官,然后特殊语问词完了以后 加动词是,是不是 es,都够起 这就出来了 官,es,都够起 好,那再来一个 如果要问哪些是你的车 发现提问的这个对方 它是一个什么呢 土豪,对吧 好几辆车,对吧 那哪些是你的车车门 那哪些我就应该用什么数了 复述 是不是这时候要用的就是谁 官,es 然后再接着动词就应该用谁呢 son, dos, coaches 对吧 官,es, son, dos, coaches 哪一个用官,哪一些用官,es 然后再接下来 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范围表达出来 我想说什么呢 打表说这些车当中哪一个是你的 那我要想表达这个范围 我能直接加吗 我能说官,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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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es 这都不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官它是一个什么词啊 名词代词 那当后都不能直接加名词 是不是我想说在这些车当中的哪一个 或者是在这些车当中的哪一些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就需要一个借词帮我一把 那哪个借词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呢 那就这个de再加名词 名词它所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呢 范围 在这些车当中的哪一个 或者在这些车当中的哪一些 那比如说 Alicia Qual de las camisetas te gusta más Qual de las camisetas te gusta más 她是不是想说 Alicia 在这些汉山当中的哪一个 你更喜欢一些呢 那她是不是把这个范围给她表达出来 对吧 刚才说官了后都不能直接加名词 所以后边我要加上一个什么呢 de de las camisetas 好 就这个哈 然后再接下来再看一个哈 Hay muchos libros Quales de ellos son muchos Hay muchos libros 这是不是有好些书啊 Quales de ellos son muchos 她是不是想说在这些书当中的哪一些是你的呢 是不是这个de我还是用来干嘛 表达这个范围的 那大家就记住 如果他需要把这个范围表达出来 要用de再加上名词来表达这个范围 那这个de大家看这两句话是加在了哪 是加在了quual的后边 那我能不能提前呢 我能放这儿 Alicia de las camisetas Qual te gusta más 可以吗 没有任何问题 她是可以提前的 可以先表达这个de las camisetas 先表达这个范围 那再比如看后头 Hay muchos libros Quales de ellos son muchos 那这个de ellos 我能不能提前呢 我放在这儿 de ellos Quales son muchos 这个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能不能歌最后 我直接说 quual de las camisetas 这个就不符合他说话的一个语序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de加名词 这个范围 它既可以放在挂了之前 也可以放在挂了之后 都可以的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大家再看一个句子 自己独立的来造一个 在这些歌当中 我们要唱哪一首呢 那你想想我们要唱哪一首 这是不是可以用谁啊 Qual哪一首吗 那这个范围是什么 这些歌当中 那是不是 de estas canciones 我们要唱 是不是整个的这些特殊语分子 Qual de estas canciones 那接下来 是不是你要加是什么呀 那是不是 就是 vamos a cantar 这是不是也可以啊 Qual de las canciones vamos a cantar 当然 就像刚才我所说 这个de las canciones 我也可以提前 de las canciones cual vamos a cantar 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好 再来一个啊 大家看这个句子 能理解吗 en cual de esas habitaciones vives tu en cual de esas habitaciones vives tu 是不是在那些房间当中 你住在哪个屋啊 那你想啊 这个句大家能理解 这个de表示范围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重点在于什么呢 这个a是怎么来的 那也就是我 接下来要跟你强调的 打表上说 我住在这间房间 那你会怎么说呀 说 vivo en esta habitación vivo en esta habitación 我等于是对什么题文啊 a habitación 是不是这个 在这个房间 我问的是哪个 是不是要用 cual 这等不等于是 对借词后边的东西 提问 那要把借词放在哪 特殊一文词之前 所以这个en 它是绝对不能省的 否则呢 那就不对了 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 cual 在特殊一文词 cual这点 之前咱们所讲的 对借词后的东西提问 要把借词放在特殊一文词之前 也是一言实用的 再比如说 con cuales de esos chicos vamos a viajar con cuales de esos chicos vamos a viajar 这句话什么意思 和那些男孩当中的哪一些 咱们去旅游啊 是不是那些男孩当中 咱们和谁去旅游啊 是不是这么的意思 那其实你要回答的话 是不是就会说 vamos a viajar con ellos 是不是对这个 ellos来提问的 和谁去旅游嘛 那你看是不是对 con后边的东西提问 要把供放在哪 特殊一文词之前 所以这个quan 大家千万注意 咱们再捋一下这个quan 首先quan它是一个什么词啊 event de esos event de esos就是名词性的 那提问哪一个用quan 哪一些是谁 quan es 它是特殊一文词 一定要有什么东西啊 重音符号 加在自身的重音位置上 那么你什么时候用quan 是不是暗含呢 或者明含呢 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在这些范围当中 哪一个就用quan 哪一些就是quan es 那刚才让大家造了一个句子 说哪个是你的车 咱们是怎么说的 是不是quan es du coche 那如果要说哪些是你的车 那就是什么呢 quan es son du coches 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接下来 如果我要想把这个范围表达出来 那应该用哪个借字帮你一把呢 是不是要用de 在这些车当中 哪一个是你的呢 那你会说 quan de estos coches es du co 那如果要说在这些车当中 哪一些是你的呢 那是什么呢 quan es de estos coches son du coches 是不是要这么来表达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如果对借词后头的东西提问 需要用到quan 那你这个借词也要放在哪 quan之前 好 那这个quan哪一个完了以后 接下来咱们要对两个特殊一文字 做一个对比 那在课上呢 老师会发现什么 好多同学ge和quan有时候分不清要用哪一个 怎么来对比 咱们一点点来看 首先这个ge它是不是有什么 或者是哪个 这都有这个意思 没有问题 那这个ge呢 它是一个什么词性呢 它既可以单独使用 它是不是可以是一个什么词性 代词词性 比如说我问这是什么呀 咱们之前问的就是啥 ge es esto 对吧 然后再有ge呢 它后边可以直接加名词 那它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词性 形容词的词性 对吧 比如说咱们问今天礼拜几啊 就会说什么 ge dia es hoy 再比如说问几点了 就会说ge ora es 那你看这个ge ora ge ora ora它就是一个什么词啊 它就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它后都可以直接加名词 而且ge它有性数变化嘛 这一点它是不是绝对没有的 然后再接下来你再看这个ge 它后都可以直接加名词 不行 咱们刚讲完 它是一个代词 如果它要想把这个范围表达出来的话 它要加上谁啊 de帮它一把 而且这个ge它是可以有什么词的 它是可以有复数的 哪一个是ge 哪些是不是就是ge 首先是从形式上这一点 ge后都可以直接加名词 而且ge没有其他形式 ge后都不能直接加名词 要加de帮你一把 它还可以有复数 然后再有这个ge当什么词 咱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什么 或者是哪个 无论是什么或者哪个 比如说你住哪个窝 这个哪个 咱们也可以用ge 那但是你用到这个ge的时候 它是无关范围的 它不强调是 在这些范围当中的哪一个 能明白这意思吗 但是你这个ge呢 它是强调范围的 在某范围当中的哪一个 或者是哪一些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en que o del is da is en que o del is da is 这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你们在哪个宾馆呀 是不是你们在什么宾馆 你们在哪个宾馆 我强调说 在这些个宾馆里头的 哪一个你们在呀 没有吧 我直接问你住在什么宾馆了 你们在哪个宾馆了 对吧 无关范围 它后头可以直接加名词 那大家再看这个句子 i barrios o del is ne centro 是不是在市中心有好些个宾馆 对吧 en que o del is da is 你们在哪一个呀 它是不是有范围 这个范围是什么呀 barrios o del is ne centro 在这些当中的哪一个 我是不是就要问到谁 所以说这个ge也可以理解成哪个 wale也可以理解成哪个 区别在哪 ge我不强调这个范围 wale我强调就是在这个范围当中 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些 好 再比如说 你住几层啊 难道我真的是非要说 在这些楼层当中的那一层吗 没有人这么神经病这么说话吧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说什么了 en que be so be with en que be so be with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非常简练 那再比如说 在这些男生当中 哪个是你女朋友啊 比如小姑娘都跟那八卦呢 对吧 哪个哪个哪个 在这些范围当中 我是不是用卦的合适啊 对吧 那应该怎么说呀 是不是de esos chicos de estos chicos qual es tu novio 这是不是就行了 qual de los chicos es tu novio 这是不是强调这个范围 所以这就是这第二点 他俩的一个不同 一个不强调范围 一个强调范围啊 好 然后再接着再看下边 如果说提问号码 比如说电话号码等 然后名称 在比如说姓名的时候 它可以是ge 加上名字 再加上tener 那这个qual能不能提问呢 qual也可以提问号码 名称或者姓名 但是冠了后头 直接加的是谁啊 加的是ser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 那这个呢 大家看 但看这两个块呢 是可能稍微有点 觉得不能理解 给大家举例子来看 设设计的号码 比如说número 在比如说姓名的时候 你既可以用ge 你也可以用谁 用冠 但是表达的形式不一样 那比如说 大家看这个句子 puede decirme por favor que número de habitación tengo 那是不是puede decirme por favor 你能告诉我吗 que número de habitación tengo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我有什么 我有房间的什么号码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的房间号是哪一间 是不是ge 后头加上número 然后再接着加de 加名字 然后再加什么呢 再加tengo 我有什么号码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个号码在哪屋 那你也可以用gual gual就怎么说呀 puede decirme por favor qual es el número de mi habitación 是不是我房间的号码 是哪一个呀 也是可以的 你会发现哪个 更简练一些 是不是这个gual 更简练一些 那要ge 后头直接加名字 que número tengo 我有什么号码 那如果要用gual 用戏表结构就可以 哪个是号码 gual es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再比如说 那平时生活当中也会问到 gual es tu nombre 那gual es tu nombre 这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你的名字是哪一个 那就是什么呢 那是不是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 那再比如说 gual es tu apellido gual es tu apellido 这什么 你姓什么 哪个是你的姓 这种表达也是没问题 再比如说 gual es tu número de teléfono 那这是什么呢 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你的电话号码是哪一个 那这个句子 如果你要用gual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 gual es tu número de teléfono 就给大家讲完了 再给大家捋一下 好 那大家看这个gual es gual es tu apellido 它后头可以直接加名字 而且gual没有其他的形式 gual不行 gual只有代词词性 它如果要表达范围 必须加谁 de 而且gual它有复数 可以有gual 还可以有gual es 然后再有这个gual呢 它可以翻译成什么 也可以翻译成哪个 那gual它也可以翻译成哪个 它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gual它不强调这范围 gual一定是要有范围的 然后再有gual和gual 都可以提问号码名称名字 但是gual呢 后头直接加名字 再用一个tener 那这个gual是用的是一个gual 后头加成一个系统词 比如说你姓什么 gual es tu apellido 你叫什么 gual es tu nombre 那你的电话是什么 gual es tu número de teléfono 好 那到这儿 这个gual和gual就给大家讲完了